中国传统兵器格斗对抗 魔军对阵崔敏军 现在登场的就是蓝方选手崔敏军 他在使用的武器 双手剑 魔军 他今天使用的 能够很惊喜地看到 这就是凤头个 单击对手头部 跪地舍身旋转的这样一个动作 对 双方是互相激动 双方又是对于对手趋干 有一个单手的横扫 是 连续的转身 好 蓝方刚才跳盘 蓝方刚才是一个前刺 然后进攻打到 双方互相坎中 双方互相坎中 这是一个舍身的动作 直接捅到了 直接是到了眼头的位置 双方互相坎中 换了一种持法 现在相当于一个长兵器了 这时候捅到一个 这边转上来之后 往下劈到了 比赛结果 同方射 胡子老师 能跟我们评价一下这场比赛 您们双方的这个表现吗 我觉得我对手很不错 打得很顽强 很多防守都非常好 您觉得冷兵器 在勇士的荣耀擂台上出现 这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这个意义很大 首先第一 我先要感谢勇士荣耀这个平台 然后其次要感谢郭晨东 郭老师 然后他能给我们这些传统武艺 练习者提供这么一个好的平台 更多的人了解它 关注它 学习它 然后发扬它 我们现在中国自己的文化 断代太严重了 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宣传出 就是说 大家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它 然后来加入 来学习 那您是想要传达给大家一个 什么样的精神的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那个 美国有漫威英雄 日本有武士道 那为什么中国的侠文化丢失了 这种君子自强不息的文化开始丢失了 我们需要把它找回来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行动 然后能感染更多的人 能够重新建立咱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如果你热爱搏击 渴望在立台上实现梦想 获得荣耀 来这里 大东翔搏击俱乐部 中国搏击界 黄埔军校 我在这里等你